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25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的万维独播 我是詹德法 中共外长秦刚引发各界评论 都认为他是因为取得了习近平的好感 才突然来了个三级跳 成为中共当局最年轻的副国级高官 24日前白俄罗斯外交官斯隆金 在社交媒体搭上这股话题 分享了2015年他与秦刚共事的奇葩经历 斯隆金首先点出 当时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出访白俄 而身为礼宾斯司长的秦刚 带团来到白俄做事情准备 对斯隆金来说 中共外交部礼宾斯是一部庞大的机器 拥有数以百计的官员 相反的白俄礼宾部门的编制只有11人 这也就是为什么像他这样的年轻外交官 能跟秦刚等中共高级官员接触 斯隆金说 早在习近平到访白俄前几个月 中共外交部的官员就坚持 每一天都到白俄外交部 找他们讨论礼宾流程 然而每次讨论的事情完全是一样的 斯隆金解释 两边人马会在深夜敲定一切礼宾上的细微旗舰 但隔天中国人就又上门要求开会 讨论一模一样的事情 日子就这样重复下去 简直就像电影今天暂时停止 斯隆金说 习近平第一天的访问行程结束得很晚 而他第二天打算参访白俄的二站博物馆 因此秦刚决定在凌晨两点到现场检查 确认一切准备就绪 白俄外交人员只好唤醒博物馆副馆长 请副馆长安排流程 斯隆金回忆 当时的场面可以说是非常的魔幻 秦刚等人踏上阶梯 一边数着步伐 一边问着 什么时候会奏乐 那个时候习主席会踏上哪一阶 是这一阶吗 还是那一阶 你确定 斯隆金表示 当时是凌晨三点 他唯一确定的是他想睡觉 因此随便只向一街 自然 当天一对奏乐的时刻 习近平所处的地方 根本不是他指的那一层阶梯 斯隆金最后提到 等到习近平回国后 他向秦刚的一名下属闲聊 询问这几个月以来 不断重复的准备工作 到底有什么意义 对方则回答 在北京 有上百人排在我后面 盯着我的位置 所以就算我不做这些 也会有人做 有网友说 秦刚这么奴才 难怪一尊看上了他 中共外交部长秦刚 7月25日突然被戏剧性的罢处 外界评论 这是中共外交高层的一次 令人惊讶且极不寻常的改组 对中共的国际形象和习近平本人的威信都是很大打击 曾任国务院亚太助卿的罗素说 此事凸显北京高层实人不明很难堪 秦刚是习近平一手提拔上来的 秦的下台让人猜测他给习近平带来的损害 因为这意味着习近平没有实人之能 英国金融时报引用咨询公司The Seals Group的首席执行官 亚历克斯·帕耶特的话说 秦刚诺马可以视为其他人向习近平施压的机会 所以这是双重损失 这是你自己选的人 而你也必须要承受压力 这很糟糕 金融时报的文章分析说 秦的突然被解释 也凸显了习近平打破先例 开启第三个五年任期后面临的风险 因为大多数高层领导都是习近平的亲信 这意味着在政策或人事决策失败的情况下 习近平转嫁责任的空间很小 美国智库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 中国政治研究员牛奔表示 漫长的沉默已严重伤害中国的外交 共产党对于内部运作保密成瘾 现正削弱国家与外在世界的合作能力 《华盛顿邮报》指出 秦刚被免职 也让美中之间暂时荣兵的情况变得复杂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月在北京与秦刚会面时 两人同意秦刚将回访华府 一周后秦刚就此消失 牛奔另提到 秦刚原本被清点在外交领域执行习近平的意志 秦刚免职可能让人对习近平的判断力产生不好的评价 中国旅美评论员邓玉文稍早也对CNN说 秦刚由习近平一手提拔 他出任何问题也会对习近平的评价造成负面影响 这意味着习近平没选择对的人来担任这个职位 如果高官发生任何不寻常的事 人们会想知道是他们跟最高领导人的关系恶化了吗 或者这是不是政治不稳定的迹象 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咨询公司 Socius Group执行长帕耶特表示 你把这些情况看成是其他人施压习近平的机会 所以这是习近平的双重损失 你挑了人 然后你要承受压力 这是错事 2023年7月25日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除了外交部长秦刚的职务 由他的前任王毅接任 这一突发的决定留下了许多疑点 最重要的疑问是 为什么免除秦刚的职务 官方没有交代任何理由 法国资深中国问题观察家 媒体人哈斯基分析 中共外交部长毫无理由地被解除职务 并被其前任替代 另外的疑问是 假如秦刚有严重问题 为什么没有经过中纪委通报 而由人大常委会已任免刑事处置 第三个疑点 人大常委会在免去秦刚外长职务的同时 免去了年龄早已到期的义刚的行长职务 感觉纯粹是让后者陪绑 以冲淡秦刚免之一事引发的冲击 比照对前国务委员 国务院秘书长杨金职务的处理 人大常委会对杨金使用的是撤销 对秦刚使用的则是免去 当局对秦刚是从今发落了吗 而且人大常委会免去了秦刚的外长职务 却没有免去秦刚的国务委员意志 这是一个更高级的相当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按照中共的定义是副国级 为什么疑问重重 有分析人士认为 如果中共当局不再未来重塑交代秦刚免时的理由 对中共尤其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形象越来越不利 秦刚现在仍然是中共中央委员 当然取消中央委员至少因通过中央全会 或中央政治局会议才能做到 习近平目前似乎不想走得更远 或者秦刚的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结论 接下来就要看北京当局是要冷处理这件全世界沸沸扬扬的丑闻 使其逐渐无声无息 还是把事件升级到党籍国法的地步 中共保证权各种手段都会用得上 随着第34中学体育馆坍塌事故持续发酵 齐齐哈尔当局的黑幕逐渐被揭开 正当舆论将这场人祸指向当地政府部门时 中共多家媒体高调聚焦吴亦凡强奸巨重淫乱案 被网友指示在借此淫乱案转移舆交点 7月23日下午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34中学 发生体育馆屋顶坍塌事故 官方通报这次事故共造成11人死亡 据悉事发时校队女排队员正在馆内训练 死者多是该校初中组女排队员 遇纳女教练为前四川女排队员 据报道称 与体育馆毕临的教学综合楼施工过程中 施工单位违规将珍珠岩堆置在体育馆屋顶 受降雨影响 珍珠岩进水增重 导致屋顶核载增大引发坍塌 对此有网民认为 这不是天灾而是赤裸裸的人祸 还有网民表示 齐齐哈尔市教育局就在34中对面 一道之隔 无论是例行检查还是日常监督 都是教育局眼皮底下 有洛梅查询地图发现 事实确如网民所言 齐市教育局与34中紧隔着一条街道 步行仅需一分钟 而且该市教育局之前组织的安全大检查 似乎是在认认真真走过场 据长江云新闻报道 黑龙江省教育厅官网显示 今年3月 齐齐哈尔市教育局曾组成检查组 深入16个县市区及直属学校 民办高中开展校园安全工作督导检查 检查事项涵盖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 校园安防建设 校舍安全等7个重点领域 另据新明晚报消息 有知情人提供去年冬天拍摄的视频 画面显示 三名工人将承戴的袋装材料铺满了半个楼顶 对比救援现场画面 直到事发 珍珠岩堆放在楼顶的时间大约有8个月 媒体质问 事发4个月前的校舍安全检查是否形同虚设 让坍塌悲剧在教育局眼皮子底下发生 有不少网民发现 面对汹涌的舆情 官方除了删帖外 又在转移舆论焦点 7月25日 央视 新华网 人民日报等中共官媒 聚焦吴亦凡强奸俱众淫乱案 相关多个词条登上热搜榜 其中一条一度占据热搜榜首位 对此 不少网民讽刺说 好巧不巧 强奸犯来了 压齐齐哈尔事件呗 有意思吗 套路都让你们摸熟了 还有网民说 官媒转移事件 以免网友挖出当地的贪腐黑料 网友说 太下作了 就是借着这些恶心的事件 调动民众下流的胃口 转移对正式的关注 俄乌战争节节败退 俄军内部也严重不稳 普京已经陷于巨大的恐惧之中 继佣兵组织瓦格纳兵变位随后 包括被视为幕后始作俑者的 俄空天军总司令 对乌军事行动联合部队 前总指挥官苏维罗金疑似遭布 战功显赫的第58合成军团司令波波夫 被解职 部分高级军官莫名失踪 甚至遭枪杀 舆论推测 莫斯科近期正进行内部清洗 总统普京处于叛乱的前车之鉴 选择全面阐述所有隐患 以冷酷性格而被冠以末日将军称号的苏罗维京 自6月底迄今仍未公开露面 此前CNN援引机密文件披露 它被瓦格纳集团列为VIP要员 因此推测失踪或与叛变有关 甚至就是这位大靠山驱使兵变发声 近期有关俄军事高层整肃一级的传闻不绝于耳 包括部分享有知名度的高级军官接连失踪 南方军区副司令佐科夫中将在乌克兰一家酒店遭导弹斩首身亡 死因被认为疑点重重 而战功标柄的少将波波夫因此严禁舰突遭解职仪式 甚至引发空降军士兵向领导层喊话 威胁称若对他们视为父亲般的指挥官 特普林斯基采取类似行动 他们将在莫斯科发动武装叛乱 7月21日莫斯科法院以极端主义罪名 下令逮捕乌东地区指挥官斯特列克夫 消息一出引发俄罗斯内部强烈反弹 屡舰战功 被俄国人视为俄国岳飞 因为忍不住痛骂普京市卑鄙小人 懦弱的流浪汉而遭逮捕 诸多事件更让以往历程倾向俄罗斯的中国媒体 不得不坦诚 惊喜正在发生 中共军事评论第一军情 25日就发布影片 检视并分析诸多军事高层失踪的现象 该影片称 普京权威在瓦格纳兵变后面临危机 国内紧张局势正逐步发酵 并导致前线部队军心动摇 第一军情指出 普京曾十分器重苏罗维京 但当前的态度转变已经说明了不少问题 另外 俄军内部尤其是中高层间的相互倾压 确实暴露不少问题 越来越多证据表明 俄军一线将领对国防部长邵伊古 和总参谋长兼对乌军事行动指挥官的格拉西莫夫等高层 十分不满 认为两人昏庸无能的指挥 导致了数万俄军白白牺牲 韩林社报道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前党魁宋英吉 25日对总统尹熙悦提出诉讼 指控尹熙悦在2022年竞选总统期间 就其岳母崔恩顺伪造银行存款余额证明案 作出虚假陈述 崔恩顺在2013年购买经济道成男士一块地皮时 涉嫌伪造银行存款余额证明书而被起诉 他也涉嫌勾结安信合伙人 就有关地皮仪式提出诉讼 要求退回定金 并向法院提交伪造的存款余额证明书 涉案金额达100亿韩元 今月21日案件完成二审 当地法院驳回崔恩顺的上诉 裁定维持原有判决 崔恩顺需要入狱一年 成为韩国宪政史上首次有现任总统的岳母 登庭被捕 报道称 尹熙悦在2022年竞选总统期间 公开否认崔恩顺有任何不当行为 还称后者曾被欺骗50亿韩元 宋英吉25日对尹熙悦提出诉讼 使他在案件中作出虚假陈述 不过报道称 预计韩国警方不会立即对尹熙悦进行调查 因为韩国宪法规定 在任总统对叛国或叛乱等重罪以外的刑事指控 享有豁免权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